心童陈建荣台北报道 而其实在艺术史上有不少杰出的天才 都因为心灵敏锐很早就结束生命了 像是呢在日本一个要崛起的画家 十天彻野也在四年前 从火车上意外的离奇丧命 当年才32岁 那么日本一位藏家收藏十天彻野的画作 来台展出一个月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早逝的艺术奇才 这礼拜要介绍的这一位呢 算是日本当代艺术界很早陨落的一颗心 他的名字叫十天彻野 在2005年他32岁的时候呢 就已经离奇的死亡 有的人说是因为重度忧郁症 有的人说是他跳火车 而他的忧郁呢 从他挤留在这世界上这些作品当中 从颜色从构图 似乎都可以看得出忧郁的表情 十天彻野 Tetsuyu Ishida这幅少见的大幅创作 黑色为基调表现的议题 意境层次含义相当复杂 你某一看是一个卧室 是一个床上 躺了背对背的一对男女 当然这个男的是他自己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讯号 这种观点出现的时候 会让我们的想象力发挥 是说一对 一对住在一起的男女 但是他们是孤独的 你仔细看进去的时候 又发现这个床变成了大地 这个大地上呢 因为土石流的冲击 有些房子浸在水中 浸在土石当中 然后这个灾难 马上显现在这个画面当中 然后在大地上出现一张一张 他自己死亡后的脸 这个孤独无奈创伤到了极点 悉尼写实的笔触 石田彻也把所有物件真实描绘下来 让人一看就懂他在画什么 但画成的情绪却很深奥 像这张 人卷浮在救生圈当中 引发无限联系 他是一个受伤的救生圈 你们要注意到 这个救生圈上面是有破洞的 救生圈一旦破洞了以后 他没有帮助别人的能力 那他把自己画在这个 受伤破洞的救生圈里面 他其实自己也需要救助 就这个哲理上 他让人家去深思一个忧郁的灵魂 然后他呢在技巧上 他把单架 你仔细看 他把铝的单架画得是这么的细腻 而且交代得非常清楚 他会跟这个白色的这个单架 这个这个铝单架跟灰白的地上 他产生了一个非常忧郁的调子 忧郁无奈 似乎是石田彻也画中要传达的感情 这幅小男孩背着青青绿草地 却面对针筒要玩温度计的人生 画面上明亮的色彩 静谧的画面 发出的却是重重的叹息 你可以体会到一个 一个用药过量的人 一个久病的人 他又要活下去 他又不想活下去 那一刹那 他会归缩在那里像一只大虫一样 他希望他从此 他就不要再跟社会干扰 大地是希望 他用高明的手法来传达一个希望 但是这个希望却在他背上 那让观者觉得这个希望是渺茫的 石田彻也1973年在日本靖刚出生 1996年他从武藏野美术大学视觉设计系毕业 毕了业以后他边打工边画画 包括工厂的零工 工地警卫巡逻他都做 最后在古董修复公司找到份工作 发挥他吸引的画工 石田彻的画都是日常生活场景 而画中人物看似无表情又有点悲伤的 就是他自己 有些画作他表达的是人生无常 与生命短暂 像这幅道理男子要放掉点滴瓶 跟着小男孩前往希望永生的草原 而另外这幅躺在病床上的男子 口开着却不说话 层层扒开直到内心灵魂深处 他一层一层的被扒掉他的屁 然后剩下他还是那小小的灵魂 但是回到他小小的灵魂的时候 他已经是苍白了 他已经是苍白了 他可能已经不愿意在这个世界上再待下去 他希望去轮回 他希望去回到另外下一辈子生命的这个开头 煎熬让我成长 所以这个煎熬扒掉一层皮 也是让我惊炼我的灵魂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让十天彻眼很简单的用这幅画表现出来 十天彻眼常以物品做延伸来说故事 这幅画名称叫待机 十天彻眼以车来妙育人 病人进医院就向车进场维修 而他的画中也常出现许多四方形物体 代表的是日本的社会规范 像这幅列车上的四方人 就像是被社会教条紧紧束缚 脸孔都长得一样 来讽刺日本高度发展的社会 上班族好像都过着大同小异的制式人生 而十天彻眼自己的人生 也戏剧性的在2005年 从银座出发的列车上意外结束生命 当时他已经被和田油美会看中 正要签下经济约前途看好 有人说十天彻也不可能因此自杀 因为他的口袋中总有一块美元 想要到美国深造 对于他的死是个谜 说法很多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十天彻也死后化作行情大涨 他这幅无法飞行的人 在2008年 由家世德香港拍出了460万港币 相当于2100万台币 这位年金陨落的当代才子 十天彻眼 创作十年留下了180幅画作 也让世人留下一声声赞叹与惋惜 点赞新闻 曹萌晴史辉冰 台北报道 留下赞叹惋惜 但至少留下了画作 让人追忆 留下赞叹